之前两三个星期左右 有观众问股都问过 顺义玻璃和顺义光 你都说到这两只股份 发刑警的机会很大 现在真的看到就发了刑警 他说到的负面因素就是 售价跌和成本上升 又不能够转价给消费者 你觉得现在真的发出了这个刑警 而且它们是基于头五个月的数据 现在未去到上半年的年结 你觉得其实这个最坏时期 它过了尾 还有股价反映了这些负面因素 没有的 其实你觉得下半年能源价格 回回来的情况就会转换 所以你老实说是反映了很大部分 而你也认识我们之前都已经猜到 你说刑警出来之后 市场其实又不会太意外 所以你也解释为何两只股价上面 今年明显地跑输的时候 明显地弱势很多 是说可能之前炒过一轮新能源的时候 顺义光额成本上来的东西 至于你说如何去部署如何去面对 第一方面既然我自己都之前估计到 顺义光额会刑警或者从而不建计到 今年不是说玻璃锅 我们说今年不要碰的 假设你碰了 我觉得你又是说道理 就是在想自己为何买 如果你纯粹是因为觉得过去两三年 这些股份的股价很强势 顺义光额色也有个有国策扶持 顺义玻璃的PE很便宜 炒到变蓝炒 你用这些心态去买的时候 我觉得就订回一个落车位置给自己 然后就再重新审视 自己的投资部支策略在 因为说这种想法去投资股票 老实说那句 但是如果你纯粹一个正确策略上面 我觉得就这么看 因为说玻璃价格 我觉得未来下半年都不会大幅回升 但是能源价格有机会改善一点 所以未来下半年那样东西 最多都是亏损 或者盈利倒退的幅度 略为收窄翻跌 所以你说我觉得这些股份 我们真的不会主张大家是混货买货 是混淡的成本 但是可以订回一个紫色位置给自己 就留下六月份的低位 穿了不要咬镜了 走买其他东西也好过 国策扶持又不是只是说 得顺义光能光复玻璃能够受惠 封电啊资源处理那些都一样可以 但其实前景都是不良 因为简单一点的道理就是 他们面对着一、一、一 过一、两年已经炒了很多照片 估值不是特别便宜 当然说你说顺义玻璃那些 现在下到那边 10倍PE 留下这些位置 但问题是有机会盈利倒退 甚至差在情况上来的时候 玻璃价格更重要一点很多 能源价格真的压不下去了 有机会亏损 一些情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暂时这些股份 就不适宜股底 股值不是叫做特别合理 这些通常是最大撒伤力的股份 幸好又是说市况现阶段 不算差 你现在看到恒指、期指叫价都升三百多点 他们趁它跌得不多的时候想减辞 或者订阅一些指涉位给自己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信义玻璃这些 我会主张用50天线 17个半作为一个指涉位 拿了你不拿再捡过它 或者甚至你觉得这些位置 不拿再捡过五毫子了 走过去 买其他东西比较好 可以这样想的 至于信义光能这些 我想都同样地 就是说要以六月份的低位 移动平均线它就全部穿了 短线来说我觉得 要么就是以12.3这些位置做止涉位 要么这些位置走了也无所谓 总之策略上都是以减次位置的 那就看回自己的风险证实能力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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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